哈囉大家好我是蓋怡 今天來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非常酷炫的單槓招式 那什麼叫做高拉扯槓呢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用單槓 靠著自己強大的爆發力 把自己拉起來 拉到非常高 非常高高到要飛出去之後呢 雙手緊握住槓 跟槓做一個拉扯的動作 蓋怡這聽起來非常暴力啊 好啦有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動作呢 叫做暴力上槓 暴力上槓呢是用強大的拉力 把槓拉至胸部下後 靠著流暢的手腕手肘 轉換成推的力量 將自己撐在槓上 而高拉扯槓呢 可以說是暴力上槓的加強法 它需要更大的拉力 更強大的爆發力 在一次上拉的過程呢 就將槓拉至肚臍底下 而後瞬間將手推直伸直 而達到一個非常強烈的視覺效果 這個就很像是 你背後綁一條繩子 將你向上拉起一樣 該這動作聽起來很難的 該如何也能已經可以做到了吧 欸 是的 首先呢 就先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高拉扯槓 這個事情的準備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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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的動作 欸 講得真好 而且在拉扯的過程你有沒有聽到 非常強大 蹦蹦蹦那個 槓架被扯動的聲音 大家看到不知道會不會想學一下這個技能 高拉扯槓 相較有暴力上槓呢 高拉扯槓這個動作 看起來要更來的 直接 更暴力 靠著更大的爆發力 與身體的協調性 來讓整個動作看起來是一氣呵成 那大家看完之後呢 是不是感到熱血沸騰 想要趕快學起來 來秀給你的朋友們看呢 那想要學會高拉扯槓呢 有幾個基本條件 我這邊一一練給大家 首先你要可以做到15-20個標準的引體向上 有一定的拉力基礎後就可以進行到第二關 那要如何評估你是否有足夠的拉力呢 台灣接見大神如龍 他是這麼跟我說的 你必須能夠負重拉扯 自身體重三分之二的重量 以我自身來說 75公斤的三分之二是50公斤 我就必須可以用這個重量 來做到一下標準的引體向上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器材也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直接進入第三關 爆發力引體 靠著爆發力來練習 讓每一下引體向上 都將槓拉至胸部下方 經過一次次的練習 讓你可以做到8-10個 標準的高拉引體 如果以上呢 你都沒有問題可以做到的話 我們就來挑戰第四個關卡 爆發力高拉 靠著更強大的爆發力 將每一下引體向上 都拉至肚臍的位置 這個動作呢 除了對拉力的要求更高以外 還需要加入身體的協調性 你可以在高拉的同時呢 將雙腿向前延伸 來保持身體的穩定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在之後的高拉承擋 也會用到這個技巧 如果呢 你可以做到5個 拉至肚臍的高拉引體 接著我們就可以來挑戰看看 高拉承擋 這個非常暴力的動作 那我這邊呢 有一個口訣 來告訴大家 雙手握槓 加入白盪 抓準時機 絕對拉力 過槓推手 我們拆解來看 首先先雙手握槓 不用我的太寬 大約越寬於肩 或者肩同關即可 慢慢的感受到身體 就像鐘擺一樣 來回擺擋 當你擺至最高點 正要回來的那一剎那 用你最大的拉力 將自己拉起 高拉約至肚臍的同時呢 這個時候趁著向上的動力還在 馬上將自己推出去 手打直 想像自己在跟槓做拉扯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這次想要分享給大家 我個人覺得非常酷的 單槓特技動作 高拉扯槓 大家快點學起來 來跟我一起對槓的地心引力吧 那麼有任何問題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記得跟各位下次見 掰掰 掰掰